咱们还是与发自内心、中心的欢迎,当地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企业、任树茂,跟我们做分享。 很有特色的研究的。 首先,非常感谢李老师。 虽然我们也有几年,几年有微信,但是两年有微信。 今天第一次见面,包括孙教授通过首大王的柳哥的视频,对我了解。 但是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见面。 我在银滩已经住了六年,令我是本身搞农业的。 我自己有两百亩地,建于鲁山市区和银滩之间二十分钟。 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探讨就是这个养生的问题,包括银滩住的事。 我作为本地人,我想在这块稍稍给大家再说说。 其实大家都清楚,只是我想从我二角度来说。 银滩我们为什么好? 这位屋姆在农业这么多年,我们就知道。 因为我们属北纬37度。 北纬37度已经决定了我们这里的很多的食材和别的不一样。 特别像地下快跟人。 为什么我们属北纳三宝,大江,牡丽和绿茶,不管是山上的。 我们说不管是山上的,海里的东西都不一样。 而且我们的水运,像我们的牧鲤,像海洋的牧鲤和温暖的牧鲤,它们就不是我们的好。 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。 但我现在主要是大江是我的主要产业。 因为属北纳大江从大面积快跟人推广做的,标准化种植都是从我开始说。 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,首先我们的食材。 我们乳山住在这里面,食材是第一位。 所以你所有东西,如果你食材没解决,你跟我说空都说养老。 我说吃东西没解决,你吃的都只是理想法而已。 但是我觉得我们乳山食材已经决定了这个外外在东西。 我们现在做的是自然农工法,把这个蔬菜做自然农工法,把我们的酵醋和土地。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?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土地给破坏。 因为资本的原因很多像化肥、农药。 其实不应该这样做。 但是现在他们一定是在操控盘的操作。 很多土地是人为的遭受的破坏。 所以现在我们一直在智力。 像我的基地,我们是出口北岸的基地,就是一定在做这块做。 连我们智力是土地的保护土地,至少而且修复啊什么的。 这块也在做。 所以我觉得如果人在这养老,我们吃的这块就是第一位。 是并送口入。 你食材没解决,其余的我觉得都还是有点空。 就是说深西林的医院,深西吃,食材是第一位。 所以现在我主要是在做这一块。 给我们做好了生活的保证。 我这两个目的现在怎么做? 现在主要是像玉米、面子。 因为现在我主要是供应他们的大家吃面。 就是部分的人,就是相信。 我说我只能做的是给云南说,相信我的有缘人。 我来做这件事。 不能是我们一个人的能力不能那么大, 但是我只能从我们本身去做。 就刚才说的,这是个垃圾的问题。 但是我觉得从我们团队,我们自己做的事。 这个银滩这个垃圾, 街上不管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垃圾, 不管别人怎么做, 只要我们不会产生业余的垃圾。 我们现在我们去打水, 我们都在这儿。 我们就是离他们周边他们有弄的, 我们都去吃起来。 其实有时候从我们身先来自己来做。 特别是我们一个本地人来做,更应该做。 所以现在因为我们本地人, 其实我们也很荣幸, 因为我们银滩这个地方, 这么外在的环境, 现在这么多的, 有能量的人都居住在银滩。 我们都说李老师他们也说过百岁, 享受这种老年生活。 这个享受这两个,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对于一个人生很高度, 不是养, 是享受。 享受这个过程是无限大的东西。 你不管吃的, 用的, 玩的, 看到的,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过程, 都是一种美的过程。 所以当时我们, 我们做我们的银滩, 因为我老家就是这个银滩, 原来这个镇叫白沙滩, 叫白沙滩。 现在不是说白沙滩。 这个镇还叫白沙滩, 白沙滩镇。 它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海域的沙滩, 特别特别白, 特别特别细, 而且贝克里特别特别多, 因为这个地域的情况, 就是这个情况。 所以我觉得李老师现在能唱到在银滩, 做这个百岁人生, 想爱生活, 我觉得这个主题也非常好, 这个也是能让我们好去做, 也是能达到的。 而且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后盾, 就是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, 美味的, 安全的食材。 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这个真正过程, 和享受这个百岁生活。 这是第一, 我们能做到的。 大家以后也可以, 因为刘哥他们都去过, 在我们的基地去看一下, 我们到底, 其实我们现在就大家看到, 为什么我们的食材, 为什么我们的蔬菜, 我们说真正做到不打药, 不用这个大量用这个化药, 肥料, 我们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东西。 这个, 你说没用, 你只要去看的时候, 你才知道。 然后你只有你把这个食材吃, 你品尝的时候, 你才知道, 到底是不是对不对, 你自己的口, 只知道。 而且那个地方, 我现在已经建了一个, 四百坪这么一个空间, 就是琴棋书画, 在那里大家可以写字画画。 在什么地方? 就在我们的基地。 具体位置。 具体位置在, 有山口, 有山口封住山村, 就是在高铁站东边, 那么两公里的地方。 然后我为什么要建这个地方, 因为我本身我喜欢写字, 从小的时候, 爱我。 然后就是, 我觉得这个人, 要养老, 你吃好人, 吃好是一方面, 精神生活, 愉悦是重要的。 其实我觉得, 有时候我讲, 很多人在大拇指广场跳舞, 跳广场舞, 当时很开心, 回家很孤独。 他只是一个段红, 只是在那一瞬间, 还要大家一起开个心, 后来回家面都四比, 其实还是很孤独。 其实他缺乏的是精神生活。 精神生活是没法, 你到了一个景点的时候, 你自己一个人, 在一起独处的时候, 他也很开心, 很快。 所以, 为什么我觉得, 我办的四百品介绍就是, 就是用文化来传承。 就是, 在这个地方, 不但你可以跳舞, 唱歌, 写歌, 画画, 关键还是有文化。 文化就是你提示你的警戒, 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, 有一种精神的纽带, 联结在一起, 大家还可以交流, 喝茶, 聊天, 精神上的一种愉悦。 所以, 所祝大家, 大家愿意来, 常来, 而从每次来的感觉, 还不一样。 他不但每个人都在互相的碰撞之中, 把大家都提升起来。 而且, 这个就是, 看到的我那个田野, 这两百五地, 看到什么庄压怎么长, 每一个季节每天变化。 是吧? 他你看到, 因为你去的时候, 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在那地方, 比如说, 玉米长的时候, 你七月份玉米种, 你三天不去玉米长这么高, 你五天不去玉米长这么高, 他就做得在生长过程中, 你在每天你去的时候, 你会体验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 真的是这样, 他是万物的生长, 哎, 几天, 几天青了, 几天又黄了, 几天刷刷, 收个衣, 我还说,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看我这群, 他是愿意看这个, 这个庄稼生长的这个, 这个收获这个过程, 他愿意每天, 他, 虽然他不能去, 他愿意想这种生活, 我觉得我们就是愿意, 从这些角度, 给大家提供, 给大家提供, 给大家一个, 赢他老, 老人, 他们愿意想起这个精神, 虽然他有时候不能去, 但是现在, 他有时候看我们的视频, 看我们的群, 因为我们主要是发权利, 就是大家能看到这种生活, 因为能去的, 就是大家在一起玩, 玩得要开心, 就这大哥说, 那么我们来玩, 在云台养老, 我们出入什么, 就是开心, 快乐,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因为, 在一起, 有些好那些小摩擦, 这些搞不错, 大蒙指光擦, 我虽然没去, 但是我们也知道, 很多朋友之间, 狗狗啊, 生气的, 排个节目, 你早了, 你别人第三, 好像大家会很不舒服, 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用的事, 就是觉得就是, 通过一些平台, 这种好的平台, 大家要去交流, 是吧, 把你的心结给打开之后, 你就问, 这个大哥说, 你放下来, 是吧, 你就, 该倒掉就倒掉, 是吧, 把冬草的, 慢慢大家交流, 慢慢提升, 这种, 这种升华的, 大家都慢慢就可以在一起, 在银谈真正的有一部分, 像小李老师在那下, 这呢, 才能真正的, 又刺儿严重了, 真正的才能把这个, 我们才能过得百刺, 你百刺肯定有很多的基础源源, 它不是一句话, 两句话, 你不是一个小, 你自己的心态, 在外部环境, 各方面, 因素, 就大家这么齐心协力的, 特别是这样的, 一些大能量的人, 大家一起交流, 对国家的事, 大家也清楚, 这下面小事, 像我们, 像我们这样的基层, 很多东西都, 点点滴滴的, 大家都融合在一起, 我觉得, 百刺人生真的不是问题, 一定能够实验, 我觉得应该过一把, 掌声赞场哩, 好,